不是让明星帮忙宣传汽车 就是让杨幂展示暖水袋和土味丝巾 面对主办方的套路 明星早已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2019年的微博之夜 打扮美美的杨幂 正准备在八五花中大方一彩时 主办方却让杨幂展示土味暖水袋 还好杨幂机制 直接送给了沈腾 2020年的微博之夜 主办方又让杨幂展示土味丝巾 受购的杨幂这次终于不忍了 当场就黑下了那张精致的脸 而沈腾在看见红毯停放的汽车时 知道这是主办方又想蹭流量的套路 为了不得罪主办方 沈腾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黑着脸弯下自己的脊背抱住轮子 既给了主办方面子 又保住了自己领子 初为人妇的胡哥 原本以为主办方良心发现不蹭流量了 可谁知下台时 汽车就堵在出口处 即便被拍到侧面和汽车的合影 恐怕也会影响自己其他的竞品代言 此即此 胡哥不跑都不行了 还有张若云 拍照时还对着镜头坏笑 顶着一张帅到颠倒众生的脸庞 下场时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越过汽车 非一般的离去 就在众人都对主办方的套路避之不及时 周深这个铁憨憨却迎那而上 拍完照直接跟着直营走向汽车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反应快 怕是周深要破费两个了 看人毛小彤就挺刚 即便抛下队友 也不要被蹭流量 一毛都不给 还想耗羊毛 想得美 好 好